戴孜颖在冬奥羽球女单拿下了银牌 令全国的球迷相当的为他心疼跟惋惜 而沉寂了两天之后 戴孜颖首度的在IG现实动态 发了127个字吐露心声 看得出来对于自己没有办法顺利的拿下金牌 他其实是非常难过的 他坦诚在比赛结束之后 连牌都不想看一眼 但是后来想想 能够到奥运参加比赛 是这么多人帮忙 多么的不容易 才转念释怀 不过他还是说到了 虽然看起来这么近却又遥远 但是他尽力了就没有遗憾 至少他努力过了 而另外呢 球迷也翻出了小戴在9年前的脸书贴文 当年才18岁的他感慨的说 高中三年都没有跟同学们一起念书 就要上大学了 透露因为训练错过了校园生活 意外的让小戴的求学历程曝光 冬奥羽球女单比赛结束两天 世界球后带资赢收度在IG现实动态 投出赛后感想 说比赛结束当下 本来连牌都不想看一眼 后来想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 才能得到正面奖牌 至少尽力了就没有遗憾 也学会面对挫败心理 不断努力 强调如果连自己都放弃 谁也帮不了你 更戴上象征银牌的奥运娃娃 逛选手村散心 127字土漏真实心声 走出赛后阴霾再出发 出国比赛是2007 比赛不可能输得很久 输得很久 而小带永不放弃精神 其实是爸爸从小培养起 13岁第一次出国 面对国际级选手小带屡战屡输 一路磨练心智 14年过去 蜕变为现在的世界球后 而在奥运比赛后 球迷们也翻出小带 9年前的脸书po文 当年18岁的小带 在脸书写下高中3年 都在左营练球 没有跟大家一起念书 就要去念大学了 真的好赞 琥珀表情符号背后 透露着因为训练 错过校园生活的无奈 吸引上万名网友 按赞和破千则留言 小带为羽球牺牲 换来莫大成就 爸爸虽然骄傲 也难掩心疼 而同为兄中 体育班毕业的学姐 曾是国手的教练 简玉锦 也对小带印象深刻 还透露小带喜欢帮同学 取绰号 个性霸道 却也爱撒娇 他就真是一个很霸的人 我佩服他 一场奥运比赛 让小带的球学历程曝光 世界球后得来不易 小带精神 也成为学弟妹们 最佳榜样 记者肖剧院高雄报道 碰上了 好